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 修炼原地 时事评论 不堪回首一文揭出多起人命案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请听海外综合 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 每年三月 美国的许多厂市都会为纪念爱尔兰传统节日 圣帕特里克节而举办游行 今年三月二号 美国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首次参加了在弗吉尼亚州 亚利山卓市的圣帕特里克游行 花车上的功法演示和妖鼓队表演 受到主办方和当地民众的欢迎 当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 主持人向现场观众介绍说 法轮大法 真善人 克里斯泽特勒先生听了一位曾在中国大陆 被非法监禁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他所经历的迫害后 把代表他们团体参加油行的几个人都叫过来 一起听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 他们赞赔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迫害 仍坚守信仰的勇气 美国内华达城2月25日举办中国年庆典活动 吸引了小镇和周边居民前来参加 法轮功学员们第五次受邀参加 他们设立真相展台 发放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和书签 身着金色练功夫的法轮功学员们 还参加了新年游行 并在舞台上做了功法表演 吸引了很多人观看甚至跟着学练动作 不少人说自己一直在寻找精神归宿 总想要在灵性方面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法轮功致简致意的功法 让他们感受到祥和的能量 而且真善忍的修行法则 也让他们深感认同 他们很感谢大法弟子 把这么美好的信息带到了小镇 美国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 今年二月二十四号 在当地著名景点巴布亚公园 举办讲真相活动 展出了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 真善忍美展的部分作品 并有学员在一旁展示法轮功功法 许多前来公园游玩的人们 驻足观看并了解真相 真善忍国际美展 2月16日至25日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巴克尔科伊市的 尤努斯艾姆雷文化中心举办 来现场参观的民众络绎不绝 他们赞叹美展作品内涵深邃 有观众表示 也想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 女演员甄赛特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 她说 我们再等神的到来拯救我们 真善忍这三个字太美了 美丽 平和 宁静都来源于此 真善忍 这些话非常漂亮 邪恶看似猖狂 但最终获胜的将是正义 因为善良更加平静 安详和慈悲 有时候邪恶似乎更占主导 但事实并非如此 甄赛特感谢法轮功学员 你找我讲真相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对我意义重大 非常感谢你 应俄罗斯良赞市政府文化部的邀请 法轮功学员2月18号参加了在普利奥斯基文化宫 举行的奥卡紫武县民族文化节 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五次参加该文化节 学员们在活动中设立真相展会 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及修炼原则 学员们向前来了结真相的参观者 介绍了法轮大法教人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 以及修炼者如何将这些价值观付诸实践 学员们还表演了舞师 妖鼓队带来了欢乐的节目舞动 身着古装的学员们表演了荷花舞 各年龄段的民众都对此印象深刻 一位女士向学员诉说自己的生活烦恼 她与孩子的沟通存在问题 丈夫的身体也不太健康 当了解到法轮大法及其修炼原则后 她表示相信法轮大法可以帮助她的家人 她希望了解更多信息 她说法轮功学员个个闪闪发光 这绝非偶然 而是说明修炼和提高心性 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 乌克兰和奥地利法轮功学员 2月17日和18日 在乌克兰的乌日哥罗德市 举办了法轮大法介绍班 当地约20位居民参加 学员给他们介绍了法轮大法法理和功法的要领 播放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教授的 五套功法的教功录像 并介绍法轮大法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随后大家一起练功 并分享了修炼心得体会 参加介绍班的多位乌克兰民众表示 在学练了法轮大法功法后 他们感受到了能量和内心的宁静 他们的心境也得到了改善 其中一位名叫纳迪亚的女士表示 我一直在寻找提升境界的方法 感谢你们的介绍和功法演示 我感到这就是我一直在找寻的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2月24号至25号 在南部城市旧扎哥拉起居一堂 举办为期两天的集体学法 交流修炼心得以及讲真相等活动 24号 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旧扎哥拉主要步行街的中央百货商店前 举办信息日活动 有的展示五套功法 有的向路人讲述中共迫害的真相 25号一早 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局旁的城市花园 举行室外功法演示 很多路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 他们拿起真相传单认真阅读 下午 法轮功学员在豪华的维雷亚酒店会议厅 集体学习转法轮 并交流修炼心得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3月3日 参加了位于广岛市中区的中央公民馆举办的 第23届中央公民馆庆典 学员在舞台上表演妖鼓舞 并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还举行了让民众尝试练功的体验活动 受到民众欢迎 82岁的冲富梅子女士 在练第五套功法时 一上来就能够双盘打坐 练完功之后他说 学练时感到全身发热 特别舒服 真的很开心 他还详细询问了中央公民馆教宫教室的具体时间 正在认真考虑学功一事 日本法轮功学员 2月22号 在爱知县道泽市 明铁国府宫车站附近 向观看民间庆典活动的人们 分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当天早上8点 法轮功学员就在车站前打出了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 法轮功红传全世界 及SOS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内容的中英日文横幅 9点以后 从车站出来的人们络绎不绝 有日本人 也有来自欧美 东南亚等国家的游客 一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 看到写有SOS字样的横幅时 询问具体是什么内容 当得知是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时 他用英语说 我支持你们 有一位中年男子 还给学员们拿来了食物 学员们向他表示感谢 并万人谢绝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 山西新州市新府区68岁的法轮功学员长海花女士 2023年夏天 被新府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 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新州市看守所 现获悉 长海花被新府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于2024年2月份 被劫持到山西省女子监狱迫害 这是长海花第二次被新府区法院非法判刑 黑龙江哈尔滨市 严寿县法轮功学员古春英 去年7月19号 被严寿县长北派出所警察刘凤军 郑电文杜永梅非法闯入家中绑架 非法关押构陷 12月27号被阿城检察院非法起诉 今年1月23号遭阿城法院非法市平开庭 被非法判刑四年 法院没有通知律师市平开庭 23号律师到法院没看见当事人 就问 我的当事人呢 阿城去法院说 当事人没来 市平开庭 河北城德市法轮功学员于海龙 2005年12月30日晚被绑架 非法关押半年 受尽折磨 被判三缓四 2016年7月8日 他再次被绑架 被非法判四年 在唐山济东监狱保受折磨 他被迫害的身体各处起毒疮 后来日渐消瘦 于2024年1月26日含冤离世 河北苍州市宋宁县法轮功学院何晓苑律师 去年4月30日半夜在县医院照顾婆婆时被警察再次绑架 去年11月8日遭仁秋市法院非法庭审 何晓苑及其律师在法庭上指控宋宁县公安局办警察非法搜查其恶意构陷 并主向驳斥其罗织的所谓证据 谨悉何晓苑被非法判三年 家住北京的山东省鹏来市法轮功学院修燕鹏 2023年3月1日 给送外卖的人讲大法真相 被送外卖的人恶意举报 被警察绑架 并被非法吵架 此后公检法联合构陷修燕鹏 7月27日对他非法庭审 非法判刑三年 因他身体不合格 不符合监狱关押条件 在公安医院住院 近日得知 修燕鹏已被转走 非法关押的地点不明 亲属都非常担心他 北京海淀区四季清乡 65岁的法轮功学院杨顺梅宁氏 应给民众讲法轮大法真相遭人恶告 于2022年7月14日被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 抄家 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 去年 他被海淀中级法院非法判刑两年 杨顺梅现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大兴女子监狱迫害 预方不让家属探视 只让存一点钱 杨顺梅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 坚持给民众讲真相 于2001年被非法劳教 于2003年2009年2015年三次被非法判刑 现冤育共计12年半 如今他再次深陷领域 辽宁锦州市北镇市法轮功学院程海军 北陵海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8个月 朱成之被非法判刑一年4个月 萧中江被非法判刑6个月 2023年9月10日晚 锦州市北镇市大屯香派出所警察 以发放真相资料为由 绑架了法轮功学院程海军 朱成之夫妇和萧中江 并连夜抄家 之后 大屯香派出所勾结 林海市检察院把三位法轮功学员构陷到林海市法院 辽宁朝阳市林远市法轮功学院刘电源 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人信仰 2016年在79岁高龄时 被朝阳市建平宪法院女法官李延 非法判刑11年半 他没能熬到90岁初狱的那一天 于今年大年初一 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 终年87岁 据悉 刘电源老人在去世前已被迫害致残 不能自理一年之久 但是 沈阳监狱拒绝让老人出狱就医 终将老人迫害致死 天津法轮功学员魏广华 2003年被中共非法判刑9年 遭酷刑迫害致残 一度命悬一息 一米八的个头只剩下不足八十斤 此后为了躲避迫害 魏广华被迫流离失所十几年 承受妻离子散居无定所的苦难 身形受到中共不法人员持续的伤害 于2023年12月韩渊离世 终年62岁 陕西免县八旬法轮功学员陈慧英老太太 被非法判刑一年 在江苏镇江市女子监狱未成年管教所 被迫害一年 今年2月21号出狱 被陕西省免县法治办人员劫持回免县 湖北武汉市红山区法轮功学员郭晓韵女士 2023年2月13日 在老家江苏省泰州市善意地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 被泰州市公安局江燕分局警察绑架 静悉 郭晓韵于2024年1月3日 被泰州市江燕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缓刑五年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看到常人的表现对照大法修自己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日 近一段时间 出门时 在我家的胡同口 经常看到村里的一个人 满脸的怨气 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还经常听到他对别人说他父母的坏话 说父母对他如何如何不好 又如何如何偏心 把家里的东西都给了他的两个弟弟 自己一点也没得到 试想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家中哪有什么财产 在农村能吃饱饭就算不错了 其实 在常人眼中 这个人就是个不明事理的小人 对父母没有一点小心 从来不管父母 没有尽子女的义务 说起他父母来 还恨得咬牙切齿的 满脸的怨气 纷纷不平 好像自己受了多大委屈的样子 每每看到他那个样 我从心底里厌恶他 有时 还看到这个人在别人面前 特别是家庭妇女面前 自卖自夸地 说自己如何如何聪明 如何如何地会干农活 如何如何地会做家务 其实在常人眼中 此人要知识没知识 要技能没技能 小学五年级毕业 仅一年级 就因为连续留级上了好几年 就这么一个人 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 还在人前显摆 有时还看到他与别人交往中 看不起别人的那种眼神 自己高高在上的那个样 在我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他心里怎么想的 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我心里感到他真的是很可笑 可为什么总会让我碰到这些呢 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 我想 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样的心呢 应该向内找一找了 我静下心来向内一找 真是猛然惊醒 这不就是我的表现吗 这些心在自己身上 不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吗 长时间以来 我心中总是想着自己 小时候受过谁的欺负 从小到大受到的那些不公 父母对自己的误解 还有那年卖西红柿的 一千两百一十六元钱 我当时没领 某某却硬说我领了 我那个恨呀 很长时间放不下 后来见到这个人 我就气得慌 有时还想 我要不练法轮功 我一定要报复他 真是十年骨子八年糠 都从脑中反出来了 有时做梦 也梦到自己受别人欺负 在梦中和别人争得不可开交 醒来后满脑子怨气 肚子还气得鼓鼓的 自己静下心来才想到 这不是自己有强烈的怨恨心吗 连做梦都是怨恨 我都修炼二十七年了 还有这么强的怨恨心 一直没有修去 关键是 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 也从没有向内找过 今天 师父通过常人 一而再 再而三地 在我面前的表现 终于让我意识到了 自己的这颗很坏的心 今天 我找到他了 我要下决心 修去他 他不是我 我不要他 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 通过这个人的表现 我也看到了自己很强的显示心 经常在同修面前显示自己 一天学多少法 自己如何如何坚持每天早上练功 自己每星期发多少真相资料 自己转法轮背了多少遍等等 总之 是在同修面前显示自己如何如何的了不起 这不是强烈的显示心吗 有时 自己也有看不起同修的心 认为他们没有我修的好 法没有我学的多 三件事不如我做的好等等 自己的这些行为和这个人比较 又有什么两样呢 再有 当同修指出我的不足时 不是向内修自己 而首先想到的是辩解 这些都是自己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执着自我的心 通过这个常人的表现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我对照大法 向内照 才找到了自己这些很不好的执着心 才真正认识到 修炼的严肃和自己修炼的差距 我下决心要好好修 在法中修去这些不好的心 这些都不是我 我不要它 我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 当我试着在法中修时 当再碰到那个人时 他也不那么表现了 我也不用以前的那种心态去看待他了 实际上是我去掉了怨恨心 显示心等执着的必然结果 不再厌恶它 只觉得它可怜 只觉得那些不明真相 拒绝真相的众生的可怜 被党文化毒害的众生可怜 写到这里 我的慈悲心油然而生 更深地认识到救度众生的紧迫 还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众生 需要我们去救度 由此我悟到 我们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人和事 都是有原因的 不是无缘无故的 都和我们的修炼有关系 向内找 都有我们修炼中要去的执着心 一定要对照法 找到它 修去它 做师父的真修弟子 一点个人认识 有不当之处 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矿岛麻烦从自身找原因 作者 台湾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3月5日 在打营救电话 讲真相过程中 深刻体会到 讲真相和修炼 是融在一起的 我们是人在修 不是神在修 生活中或讲真相时 还会有人心在 碰到麻烦干扰 也不会是偶然的 其中都有我们要修的地方 在此总结了过去一年来的一些修炼体会 和大家交流 一 正念对待拨打工具被干扰的问题 在参与某专案的第一天 开始拨打电话时 感觉心态不稳定 似乎一颗心悬在半空中 察觉到修炼状态不对劲了 向内找自己 意识到内心正担心 仅有的工具是否再度被封锁的问题 因为当地空间场特别邪恶 封锁了许多电话线路 有些拨打软件本来可以使用的 后来都拨不出去了 手边只剩下一两种工具可以用 从多种工具可以充裕使用 到只剩下一两种工具可以拨打的情况下 似乎一时适应不过来 带着这种不稳定的心态讲真相 是救不了人的 于是我克制自己不去想拨打工具的问题 把人心放下 心里想 有多少种工具就用多少种工具拨打吧 好好珍惜手边仅有的拨打软件 当我调整了自己的思维 开始拨打第一个号码时 第一次就接通了 对方听了五分多钟的时间 听了一些真相 之后也陆陆续续接通了五个号码 八个号码接通了六个号码 感觉这次专案的拨打状态 突破了上次因为工具被封锁 而一直无法拨通的情况 我想 有这样的接听情况 是把担心邪恶对拨打工具干扰的人心放下 而起到的作用 修炼人发出的一丝疑念都是强大的 负面的思维会形成不好的物质场 对讲真相起到阻碍的作用 所以即使在工具不足 艰难的情况下 打电话还是要保持一颗平和稳定的心 才不会影响讲真相的状态 二 顺着对方的执着讲真相 在一次参与北京专案时 拨通了一个公安人员所属单位的号码 第一次 他听了三分多钟 我给了他重要的网址 他会说 好 还问我是哪打来的 对方的语气和善 我告诉他要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 才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当我讲法轮功的真相时 对方回应说 我没有什么信仰 也不信什么佛祖 释迦牟尼等等一些话 说完就挂断电话了 从互动中 我感受到对方的善良 能听一些真相 于是再继续打电话给他 这次他和我互动了二十多分钟 他说 在国内国外都有不同的信仰 信仰什么都可以 他认为 没有什么信仰也没关系 现在还是过得很好啊 对方连续说了一些无神论的观点 我回应他 不是要让你信仰法轮功 现在过得好 是前世带来的福分 在大灾难当前要做个好人 他问我说 好人有不同的标准 你认为的好人是什么标准 我回应他 真胜忍是做好人的准则 是普世价值 人来到世上都是有使命的 我介绍他看师父的新经文 为什么会有人类 他回说 别讲这些哲学性的东西 讲实际点 现在生活过得好就好 他似乎拒绝听真相 我思考着怎么再继续跟他讲真相 这时我想到了法中说的 要顺着人的执着讲真相 当时灵机一动 心里想 就针对对方说要讲实际点的话题 拉回到真相内容 从他工作上相关的具体事情说 于是我反问他 如果在工作上遇到法轮功的案子 你会如何处理呢 这时他沉默了 久久不语 于是我先肯定 他是位能思考 有智慧的年轻人 知道应该要怎么做 一个独裁政权说的话 不一定是对的 执行错误的命令 就不是个好人 并讲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活摘器官真相 对方继续保持沉默 我再跟他讲 中共为何要封锁网络 当前疫情的真实情况 要如何自保 告诉他九字真言 当我讲完了基本真相 并祝福他及家人都平安 最后和他道别时 这时 他才轻轻地回应了一声 把电话挂断了 从这次打电话的过程中 体悟到是师父的法理 给了我智慧 使我在当下及时 顺着对方话语的执着 切入真相内容 让众生能听更多的真相 三 不陷入常人事件 不干涉常人事物 一天晚上 邻居传讯息问我 准备好了吗 明天早上 卫生所的人要来喷药 看到讯息时 心里凉了半截 心想 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都不知道 我即刻奔出前门 看到门上早已贴了黄单子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喷药时间 及要注意的事项 因为附近有人得了登革热 方圆范围内的住家都要喷药 于是赶紧利用仅剩的晚上时间 手忙脚乱地打包整理室内物品 隔天早上也不敢怠慢 提早起床 再继续整理 喷完药后 还要忙着擦拭 打扫室内 忙到很晚才稍作休息 好不容易把室内所有的房间都整理好了 内心想着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整理 已经影响到讲真相 这次喷完药应该没事了吧 然而 隔了几个星期 门口又贴了一张黄单子 要再度做室内喷药 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 确认还要再做第二次喷药 内心翻腾不已 无法接受相关单位的这种政策 认为这是扰民 附近邻居也在抱怨此事 当时已想不起来 自己是修炼人 只想着如何和相关单位反映自己的想法 于是寄了电子邮件 也打了电话 虽然收到了回复 但最后还是得配合喷药的政策 经过了这两次喷药事件 我才开始反思 自己是否陷入了常人的事情 干涉常人的事物 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 你们在修炼当中 主要是针对自己如何精进这方面多下功夫 不要着眼于常人社会怎么样 不要着眼于你们想要为社会做点什么 你们没有这个任务 我也没有叫大家这样做 我反思 当时不但没有向内找 而且还向外看常人做得如何如何 从表象上看 这些到家里喷药的事情 似乎影响了讲真相的时间 但深挖自己的内心 却隐含着怕麻烦求安逸的心 这些心被影响讲真相的借口掩盖着 经过反思及向内找之后 以为喷药这件事应该到此为止 过了一段时间 正当要出门时 赫然发现门上又贴了一张单子 胡乱看了一下 感觉似乎又要来家里喷药 回老家时 忍不住和家人抱怨这件事 突然警觉到应该要休口 不要再生怨恨心了 就闭嘴 心想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回到住所 开始着手打包整理物品 看到邻居回讯息说 这次是入内检查 不用喷药 顿时感觉自己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放下了 喷药事件也就结束了 经历了这一连串生活中的麻烦 考验 让我对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的法理 有了另一层体会 我们在常人中修炼 应做到不干涉 不左右常人的事情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常人的这一层理也是有定数 有安排的 作为修炼人 不受到常人事件的影响 也不去干涉常人的事物 超脱常人的状态 我想才能达到 像师傅在各地讲法五 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讲的 人在俗世中 念在方外 这样一种另外的境界 结语 虽然正法结束迫在眉睫 我们还得抓紧时间实修 师傅在《赚法轮法解》 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说 过了这个村 可没有这个殿 我理解到这句话 不仅体现在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 也体现在修心性上 碰到麻烦干扰时 不要错过了一个个 可以去执着提升心性的好机会 以上是修炼中的一点心得体会 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终什么》 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3月6日 近段时间 当地同修们谈论很多 争论很多 浮动不已 现象举例如下 自从2023年6月底 明慧网刊登一篇 《不要被执着带动偏离法》的文章以来 有的同修说 假同修就是乱法 应远离其人 并要让本地所有同修 认清乱法者的危害 也有同修说 文章有不识的地方 假同修有问题 但他没有反对大法 更没有反对师父 只要他痛改前非 就应该给他修炼的机会 就不能往外推 他不是余超 就这两种不同的认识 把本地同修掰了两半 另一部分同修却说 没有那么简单 谁对文章提出质疑 谁就反对这篇文章 谁就反对明慧王 谁就反对师父 谁就会被淘汰 谁就是乱法者的维护者 还有的同修说 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中间派 还出现了让同修站队 谁也没有真正的找自己 哪里不符合法 出现了你说我不对 我说你不对 有同修找到假同修说 我们得好好找一找自己 什么地方不符合法 这里的我们 其实是你 指假同修 后来假同修写了严正声明 这也不行 在编辑部发表几篇文章后 那几个人说 是写给维护乱法者的 当师父发表新经文后 他们也说 是给那些维护者写的 由于几个同修 每天到同修家 宣扬自己那套说辞 被同修认为这是闹文化大革命呢 有的还说不能接触假和维护者 还有的同修找到协调人哭诉 因为认识不同 话都不敢说了 怕被淘汰 由于几个人连续的到同修家 学法小组 直接影响了同修的修炼环境 学法小组的同修因认识不同 产生了争论 几个月来 有的学法小组不能像以前那样祥和的学法 我们想一想 请冷静地想一想 我们在争什么 执着于表面的是非 这不是修炼啊 师父在红银三 谁是谁非中告诫我们 对的是他 错的是我 争什么 我们自认是大法弟子的人 大家都用法来对照自己 要求自己提高心性吧 因层次有限 不符合法的地方 请批评指正 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再去妒忌心 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3月4日 写下这个标题 是因为之前写过一篇 去妒忌心的交流文章 现在又见妒忌心在自己身上的表现 写出来 曝光它 每天晨起练功前 我都先数数口 再喝几口水 端着水杯 站在窗前 望着窗外漆黑一片的楼洞 偶有星点灯光 几天前 望着窗外 我动了一念 别人还在睡大觉 我已经起来练功了 随即脑中打出一念 我在与人比 妒忌心 又想起德法初期时的一段经历 那时自己住在桶子楼 很多时候看到其他的人 九点了才端着脸盆去水房洗漱 再看看自己 此时已经练完工 学了法 洗漱 吃饭 还洗了被罩 床单 感觉无形中 生命比别人延长了许多 很是欣慰 自豪 又想起 看师父教工录像 练神通加持法师 感觉到有一股内劲 脚臂带动大臂 有一定力度 我总觉得自己的动作不到位 每当对自己不满意时 我马上会想 还有那么多人动作不如自己的呢 早年在练工点 由我教新来学工者练工动作 想到这 我就释怀了 又想起一桩往事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早世上 有一对老夫妇 卖牛肉馅的馅饼 皮薄馅大 胃鲜 堪称一绝 我常买来当早餐 看到他车上总放着几辫子大蒜 就想 大蒜是用来调馅的吗 总想问问他 我面调馅的方法 但我始终没有开口 因为我想 他的绝活 哪能愿意告诉别人呀 我问他 那不是让人为难吗 当时还觉得自己 很为别人着想 现在想想 是我有自己的好东西 不想与人分享 让别人也好的心 还用小人之心 把人家想成这样 看着这样的自己 与人比 看到别人不如自己时 心里才平衡 释然 看到别人比自己强 做得好 会暗自努力 要超过对方 这在修炼人中 也是有表现 有妒忌心者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带着这样的心 当看到别人好时 怎么会替别人高兴呢 而能否真心替别人高兴 是判断一个人 有无妒忌心 最直观的一把尺子呀 此时 看着妒忌心 在自己身上的种种表现 像走马灯似的回放 反观自己的过往行为 林林总总 真是汗烟 也知道当我看清他时 就在修去他 就是层层在去吧 不承认这些人的东西 我们不要多少 师父就给我们拿下去多少 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感恩师父 弟子唯有多学法 同化法 逐渐走出人的状态 修成为他的生命 不负师父对弟子的阴阴期望 师父在《转法论》中说 希望大家回去 抓紧时间实修 请听明慧教理文章 题目是 别让怨恨心挡住我们回家的路 作者 内蒙古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3月2日 我和妻子同修 是2005年同时得法的 修炼后全身无病一身轻 原来两个人都全身是病 是出了名的老病号 自修炼以来 再没吃一滴药 让身边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可就在2023年8月初吧 妻子同修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 胆囊处异常疼痛 一刻也不停 身体一阵冷一阵热 还伴有呕吐等诸多症状 昼夜不能入眠 他学法静不下来 发症念坐不住 他顽强地坚持沉练 不断地向内找 求师父帮助 可是几天过去了 疼痛的症状并没有太大的缓解 无奈之下 妻子痛苦地说 我真的坚持不住了 让我吃点止疼的药 缓解一下疼痛吧 因为本地区除了几个厚德法的新学员之外 就只有我们夫妻俩找不到同修帮助 看到妻子同修痛苦的样子 我也没了正念 可我心里明白 常人的药哪能缓解大法弟子的病痛呢 师父在2004年 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 讲到关于善解的法 师父说 宇宙在正法中 不干扰我正实法的 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 成为未来的生命 想善解的就离开我 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 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 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 将来我能够圆满 我会善解你们 那些个完全不好的 还在干扰我的 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 只能清除 我不清楚你 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 如果你发出这样的一念 对一些极低生命来讲是太慈悲了 对那些还在干扰的 清除起来也会容易 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我跟妻子交流说 用师父的法和那个生命善解吧 之后妻子同修反复背诵着师父讲的这个法 真诚的和体内那个生命善解 当天夜里他小便时就排出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疼痛缓解了很多 这次病业假象一直持续了近20天 和妻子同修发正念的过程中 我俩悟到了这次病业假象的癥结所在 因为我妹妹的儿子要结婚 妹妹是常人 是喜欢贪占便宜 而自己又不回报的人 这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应是很常见的 一段时间以来 妻子同修对我妹妹及家人多年的积怨天天网出返 总也压不住 七年骨子八年糠的像过电影一样 全想起来了 越想越气 越想越怨 而偏偏在这时 救世力又操控我弟弟打电话过来 这下可好 借着弟弟对他姐姐 也就是我妹妹的种种抱怨 对着话筒 妻子同修正好隶属了我妹妹及家人的诸多不适 所有的愿意图为快 全爆发出来了 此事过后不久 妻子上述的病业假象就出现了 通过学法和交流 我俩很快就找到了病业产生的根本原因 怨恨心 妻子同修总觉得对妹妹的付出太多了 总也得不到回报 发自内心的不平衡 可作为修炼人 也是长期心性提高不上去 欲视不向内着 向外看 从而形成了这颗很强的怨恨心 这股怨气在体内越积越多 一致把它滋养得越来越大 逼它左右的失去了理智 最终导致出现严重病业状态 虽然每天也在学法 法理好像也明白 可是修炼这么长时间了 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转变长刃的观念 还是在用常人的心态去看待 对待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 很多时候都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 欲视总是愤愤不平 总是向外看 向外找 没有修自己 像个常人一样 那常人能不得病吗 妻子同修的病业假象 一下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首先是对妻子的愿 愿她学法时 加字 辣字 认为她学了这么多年法了 还读得不熟练 没误到 妻子的这一表现 正是对着我的心来的 比如 愿她看手机视频上瘾 认为总提醒也不听劝 可没仔细想一想 自己不是也时常看起视频就放不下吗 光知道向外看别人了 还有 对自己那个自私的妹妹和家人 经常表现出来的不也是在怨吗 只是没妻子强烈而已 再进一步找下去 对身边的家人抱怨 对亲戚朋友的抱怨 对同事的抱怨 尤其是对老板那强烈的怨恨 这一找 真的让我吃惊不小 平日里总觉得自己挺精进的 学法练功从不耽误 几乎经常注重向内找的 可竟没有发现 自己还有如此多的怨恨心 没有去掉 真是愧对师父的尊尊教会 妻子同修这次并业假象的出现 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几位我熟悉的同修 让我看到了这个怨恨对我们大法弟子有多大的危害 正法到了最后 大法修炼何等严肃 任何一个放不下的执着都会使一个大法弟子前功尽弃 师父在转法轮妒忌心一劫中明确告诉弟子 这有一个规定 人在修炼当中 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 绝对不得正果的 引自转法轮 怨恨心是妒忌心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 我们在大法的宏大慈悲下 一定要将其彻底解体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会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